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人性的因素》这本书 好 我们先开始 我们喝上一杯就走 我真弄不懂我们再朝哪走 这条路有几年没来了 看来新开了这么多饭店 他们听听走走的 沿布朗普顿路向前开去 一般的做法是去新娘的家 卡斯尔说 如果不是去酒店的话 他没有家 他对我说是跟女性朋友合住 但显然他已经和这个叫 克拉特斯的小子 一起住了不少日子 克拉特斯 什么名字吗 名字也许不叫克拉特斯 登记员说的挺含糊 出租车排成月牙型 停在一幢花里胡哨的小房子前 将其他客人像包裹好的礼品一样放下来 幸好人不算太多 这一袋的房子不是为搞大型聚会修建的 甚至在只容纳了二十几个人时 大家也感到墙似乎弯曲了 地板也好像吃不住了 我想我知道咱们到哪了 我妻子的寓所 丹特里说 他听他讲过 他在肯兴顿买了房 他们慢慢挪上超载的楼梯 进了一间客厅 每张桌子上 每架书处理 以及钢琴壁炉架上 都有辞职的猫头鹰警惕地 登着来访的客人 似要用那弯曲凶残的 会铺江过来 没错 就是他的房子 丹特里说 他一直喜好猫头鹰 而且看来从我走后 这种热情有增无解 他们没能从聚在餐柜前的人群里 找到他女儿 开香槟酒的 喷喷声刺激笔幅 期间有一个结婚蛋糕 就连那上面 都有一只石膏做的猫头鹰 端坐在用粉红的糖 制成的拖架上 一个嘴 一个唇虚修剪的像 相机丹特里的高个子 男人走上前来说 我不知道各位尊心大名 但这香薄请随便喝 原文为 Champagne的 礼语名 从他讲的礼语看 他准是在一战前出生的人 有着旧时的主人 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气 我们省掉了 请服务生的麻烦 他解释道 我是丹特里 丹特里 这是我女儿的婚礼 丹特里的声音 干涩的像块饼干 那你准是希尔维亚的丈夫了 是的 我还不知你贵姓 那男子过去喊道 希尔维亚 希尔维亚 咱们走吧 丹特里绝望的说 你得跟女儿打个招呼 一个女人风风火火的从 一个女人风风火火的 从餐柜旁的宾客间穿过来 塔塞尔认出 他就是在登记处 哭哭啼啼的那位 但现在他根本不像哭过的样子 他说 亲爱的 爱德华告诉我 你在这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我知道你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是的 我真的得走了 这是卡塞尔先生 我们单位的 那该死的单位 你好吗 那该死的单位 你好吗 卡塞尔先生 我得把伊丽莎白找来 还有克林 别打扰他们了 我们真要走了 我自己也就待这么一天 从布莱顿来 爱德华开车送我的 爱德华是谁 他真是帮了大忙了 订了香槟和其他东西 碰到这些场合 一个女人是需要男人的 你一点都没变 亲爱的 多长时间了 六七年 时间过得好快啊 你又收集了那么多猫头鹰 猫头鹰 他走开去教导 克林 伊丽莎白 过来 他们手牵手走过来 丹特里觉得 他女儿不是那种 会向小孩子撒娇的类型 可他大概认为 在婚礼上牵手是一种义务 伊丽莎白说 你还是来了 爸爸 这真是太好了 我知道你很不喜欢这种事情 我以前还从没经历过 他看了看他的伴侣 后者带了一朵康乃星 别再粗心的条纹西服上 他的头发乌黑 耳边的变角树得一丝不苟 您好先生 伊丽莎白说了你很多事情 他可没怎么和我谈起过你 丹特里说 那么你就是克林 克拉特斯 不是克拉特斯爸爸 你怎么会想到 那个的 他姓克拉夫 我的意思是 我们姓克拉夫 一波没去登记处 刚到这里的客人将克斯尔和 丹特里上校 分开 一个穿双排纽扣 马甲的男子对他说 这的人我一个不认识 当然除柯林外 这是传来瓷器 轰然碎裂的声音 丹特里夫人的嗓音 从喧闹中拖出来 看在基督的份上 爱德华 是 是只猫头鹰吗 不 不 别担心 亲爱的 只是个烟灰缸 一个都不认识 穿马甲的男子重复道 顺便讲一下 我叫乔因娜 我叫卡斯尔 你认识柯林 你认识柯林 不 我是和丹特里上校 一起来的 他是谁 新娘的父亲 电话铃声 从什么地方传出来 没有人理会 你得跟柯林 这个年轻人说说话 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 他的姓氏挺奇怪 是吗 奇怪 嗯 克拉特斯 他姓克拉夫 哦 那我听错了 又有什么打碎了 爱德华令人宽心的声音 钻出那片吵闹 别担心西亚维亚 没什么严重的 所有的猫头鹰都很安全 他给我们的宣传 来了场革命 你们一起共事 你可以说 我就是占身婴儿床身份 那个叫爱德华的抓住了卡塞尔的胳膊 他说 你叫卡塞尔 是的 有电话找你 可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是个姑娘 慌里慌张的 说很紧急 卡塞尔想到了萨拉 他知道他在参加婚礼 但刚才就算是丹特里也没弄明白是去哪儿 萨拉 萨姆又病了吗 他说 电话在哪儿 跟我来 可当他们走到了电话机旁 白色双人床边的白色电话机 有一只白色猫头鹰守卫着 话筒却已挂好了 抱歉 爱德华说 我估计他会再打来 他报名字了吗 那么吵吵嚷嚷的 没听见 感觉他好像在哭 过来再喝点香薄 要是你不介意 我就 守在这旁边 请原谅 我不陪你了 我得 照管好那些个猫头鹰 你知道 要是有一只糟了羊 夏威亚会心碎的 我本来建议你 我本来建议全收起来 但他 又不止一百只呢 没了他们 这地方就显得有些小条了 你是丹特里上校的朋友 我们是同事 那种要整天保密的工作 是吧 我这么 见他有点难堪 夏威亚觉得他不会来的 也许我本该回避的 那样比较得体 可谁去照料那些猫头鹰呢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